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站在佛前 有的时候可能己尊佛拜下去 你就好了 还有的人就是四轮五轮下去 什么事都没有了 举身非常的轻 觉得海阔天空 我们修行人不去祈求佛菩萨 得不到佛菩萨的加持 怎么能够战胜这么多困难 所以老师这边讲 不管你有多少心事多少困难 其实认真拜下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开始变得海阔天空 后面老师特别叮咛说 我们修行人不去祈求佛菩萨 得不到佛菩萨的加持 怎么能够战胜这么多困难呢 尤其在疫情当中 如果你想到我们真正要在乎的是 无限生命的离苦得乐 而不是短短眼前的问题解决而已 我们真正要在乎的是 无限生命的离苦得乐 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只为了眼前的解决 然后反而让你无限生命付出大苦的代价 大苦的代价 那这是很不值得的 所以特别在疫情期间 我们想到真正要在乎的是 无限生命的苦乐的话 更应该祈求佛菩萨 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才能克服这么多困难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